当前,境外疫情快速扩散蔓延,为有效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,最大限度控制传染源,切断传播途径,北京市进一步严格境外进京人员管控措施,通告详情请看报道。 第一,从即日起,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14天依序观察,费用自立。 对7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,14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,孕产妇,患有基础性疾病等原因,不是以集中观察的,经严格评估后可以进行居家观察。 不在寿里有单独住所,且住所内没有其他同住人员的居家观察申请。 第二,符合居家观察条件的人员,应在入境前向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。 入境前未申请居家观察或申请暂未得到评估同意的,先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。 经评估认定进行居家观察的14天观察时间和并计算。 第三,从国内其他口岸入境进京人员,应事先向所在单位和居住地社区报告回京行程安排及有关信息。 抵达社区时执行境外进京人员管控措施。 对隐瞒境外旅居时的将依法追究责任。 城市卫视记者洛杉矶报道。 谁期待经营经您的地方。